好 再来关注北京冬奥会的消息 昨天 北京冬奥会国际赛事测试赛的首场比赛 相约北京速度滑冰中国公开赛 在国家速滑馆举行 作为北京冬奥会国际赛事测试赛的首场比赛 相约北京速度滑冰中国公开赛 从10月8号持续到10月10号 设12个小巷 共有来自中国队 韩国队和荷兰队的30名运动员参加比赛 国际华联的技术官员将亲临现场 毕业队整个比赛的硬件条件和比赛组织工作进行现场的考察 在这场比赛之后 还将有花样滑冰 短道速滑 跳台滑雪等10个项目的国际赛事测试赛 各赛区组委会和场馆团队将按一场一测 一管一测的要求 不断细化人员流线 强化闭环管理 此外 各个场馆还将按照全要素的标准 对场馆运行 媒体运行 颁奖礼仪等各个业务领域进行全方位的测试 为即将到来的冬奥会做好准备